橘色SUV直直开向平交道 下一秒被火车从侧边撞上 SUV瞬间翻覆 现场还扬起烟尘 撞击当下发出巨大声响 附近工厂员工听到声音 赶紧冲出来查看 眼前是忘不掉的惊悚场面 这起恐怖事故就发生在美国佛罗里达 野猎从迈阿密到奥兰多的高速火车 行经佛州墨尔本市撞上闯入平交道的SUV 看看被撞SUV事后照片 车体严重变形 大半车壳被撞飞散落现场 车窗到挡风玻璃通通碎了 这辆车上当时有一名驾驶 和三位乘客驾驶当场死亡 另外三人送医 误闯平交道怎么连减速都没有 事故原因还要再调查 没想到同一个地点 两天后又有火车撞上一辆轿车 推行将近300公尺 车内两人不幸死亡 警方提醒进入平交道前 还是得停看厅 也不要在轨道上逗留 才能保障行车安全 TVBS新闻最后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